这么大的商场怎么连个人都没有 这是下午两点 连吃饭的人都没有 现在的就业形势真的很严峻 因为我也是一名HR 虽然我不负责招聘板块 但是招聘负责人就在我办公桌旁边 有一天零下班之前 他发了一个招聘广告 就是在招聘软件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一晚上将近收了200多份 将近300多份简历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好多人 30多岁的嘛 然后他们竟然愿意自降身价来做这份工作 意思是他们现在要求的这份薪资 比上一份工作的薪资还要低 明明就只招一个人 那简历就多的筛不过来 筛到快要加班了 所以说我之前因为经常想辞职的人 最近都不敢辞这个 在两个月之前呢 我没有工作经历的时候 晒出去简历也经常会有企业来约我面试 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好公司 但是现在过年之前呢 我把简历晒出去完全没有企业来找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大家注意了 不要再买商铺了 不要再买商铺了 真的不要再买商铺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说了多少遍呢 居然还是有人不听劝 还是有人不信邪 来 咱们可以看一看 在我面前的这条商业街 又属于商圈 周边呢 又有多个成熟小区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这里的商铺 有几个是租出去正常营业的 除了门头的几个门面 可以说99%的都是空置的 寥寥无几的几个租出去的商铺 也是换了好几个老板 最终还是关门倒闭了 你说买了这些商铺的房东呢 估计到现在厂子都要毁清 是不是恨不得把自己的手都给剁了 这些商铺呢 当年卖的时候 那真的是香馍馍啊 手上稍微有点钱的都要抢着去买 甚至是你有钱 也有可能买不到 还要有关系 如今呢 这个香馍馍早已成了烫手山鱼 想甩也甩不掉 想租也租不出去 当初他们可是花了一万七亿瓶买的 到现在五千亿瓶卖 都没人要 每年的还要倒贴物业费 当年想着靠这个商铺发财赚钱 如今却掏空了自己的腰包 成了赔钱的货 所以说呢 我风前那些还想着投资商铺赚钱的朋友 千万要保持清洗 认清现实 大量的实体门店其实早已失去了投资的价值 不管辖区周边的商铺 还是商业街所谓的旺铺 都很难租出去 更别想着租高价了 一个月两千左右的租金 可能还不够你这个商铺的月供钱 你们知道武汉的房子跌了多少吗 2018年我们月供4千亿 在这个一共40层的超高楼买了一套房子 面积98个平方 室内使用面积只有74个平方 正好赶上了房价的最高点 当时的总价是96万 我们贷款的66万 三年还了14万7的贷款 但里面本金只有3万 剩余的近12万都是利息 所以后面我们就把尾款给还清了 前天跟中介打听了一下 现在跟我们同样户型的房子 估计也就卖75万左右 等于说买房这几年 我们就亏了近35万 也许你们会说这是刚需自助 不需要在乎它的涨跌 但35万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怎么可能不在乎不心疼呢 有时候也会细思极恐 如果当时没有还清贷款 真的很担心哪一天首付都跌完了 然后还欠着银行的一屁股债 我一直以为像武汉这样的一线城市 房价应该比较保值的 毕竟它地少人多 而且每年的新近人口也很多 没想到武汉都跌成这样了 你们那里还好吗 我说在大城市混的人 穷的接不开锅 你肯定是不信 但是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在南京开的店 逛着理发店的房租 一年都七万多块钱 然后我家里两个孩子上学 每个月的开支也有三四千 然后我还有房贷 房贷的话不多吧 一个月两千多 现在我的商铺交电费都成了问题 现在都欠费了 现在大环境不好不比以前了 每个行业的生意都特别难做 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样 我在南京工作了五六年 三年前的生意还算可以 但是这几年呢 一年不比一年 我每个月除了还房贷 孩子上学 每个月的这个生活的开支水电费之类的 一万五千块钱都不够 而且有时候我店里的纯收入 都达不到一万五 所以说呢 有时候真的是负数 你就像这个月来说吧 真的是 我连五百块钱都拿不出来了 我交电费都交不起了 我这个电费你看 现在都欠了两百多了 所以我就感觉 现在做个生意怎么那么难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在这些一二千城市里打拼 压力特别大 每个月除了各项开支以外呀 所剩都寥寥无几 甚至到最后都是一个负数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是自己无能呀 还是说大环境不好 所有的经济都这样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湾一位知名妇产科医生 郑成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冷清的场景 让人感到惊讶 他上传的图片显示 机场认许多商户已经歇业 旅客寥寥无几 台商们表示 这已经变成了上海机场的日常 许多外籍人士纷纷离去 富裕阶层也在悄悄溜走 郑医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惊议 2023年12月13日下午6点 我来到上海虹桥机场的第一航站楼 办理登机 场面空旷的让人吃惊 飞机将在一个半小时后起飞 但这怎么这么安静呢 难道我是最后几个办理登机的乘客吗 四周看起来也是一片荒凉 他还提到 他所搭乘的航班不仅没有延误 反而提前起飞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形 在上海参加完活动后 郑医生发现街道上行人稀少 许多店铺门可罗雀 他将虹桥机场的冷清照片 发给在上海的台商朋友们看 他们回应说 这已经成为了常态 一位台商朋友感慨地说 他居住的豪华别墅区域 外籍居民已经搬空 本地富裕居民也纷纷选择逃离 这条社交平台动态 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这是中国经济崩溃的标志 这几个月 我去过上海的浦东和虹桥机场 还有青岛北京的机场 进出口都是如此冷清 上个月我在北京首都机场 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国际航线的出发大厅几乎没人 商铺都关了 上海机场的冷清景象 似乎是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缩影 经过了三年的严格疫情控制政策 中国的经济承受了巨大冲击 加上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紧逼 导致许多外资企业撤离 外籍人士和中国的富人阶层 也在不断流失 网络上的视频显示 上海普通机场的国际品牌专卖店 几乎全部关闭 一些知名餐饮店也纷纷关门 虹桥机场的情况也是一样 许多店铺歇业 游客稀少 6月 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 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关注 视频展示的是上海复兴路上的景象 一片寂静 与过往繁华截然不同 视频中的一位中国男性站在街头 他只只接到两旁的空荡荡的建筑 解释到这些豪华住宅区 曾经是外国高管的聚集地 现在却因为他们的大规模撤离而变得门可罗雀 导致租金价格大跌 他回忆到 以前在永康路 这里到处都是外籍居民 人生鼎沸 那时候 想要穿越街道几乎是一项挑战 因为四处都是潮水般的外国人潮 但现在 你看看周围 找不到一个外国人的身影 只顺下本地人 外籍人士似乎都消失了 这个现象揭示了中国政府 自去年取消清零政策后 即便放宽了防疫管控 但外国人对于来华旅游或工作的兴趣 并没有恢复 今年上半年 北京 上海以及其他中国大城市的国际游客数量 远远低于2019年同期的数据 仅达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这背后的更深层次影响是 随着外国游客人数的锐减 外国对华投资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巨龙顶集团的数据分析显示 2023年第一季度 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金额降至200亿美元 而这一数字在去年同期为1000亿美元 跌幅达到了惊人的80% 这不仅反映了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前景的重新评估 也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广泛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零售业以及其他依赖外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行业 都可能面临压力 这也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